麥克風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這一組 大家都是第一次來的新手 那今天我們就先 建立了這個 義務律師平台培徵的 流程 那我們就直接以一個 熱血青年Tony為例 那就是 熱血青年Tony 然後來到了 看了真的現場 然後他被逮捕了 那他需要什麼 那在被逮捕 那在這個平台上 至於這個 參與的使用者 他可以有一個 注意事項 然後 就比如說他可以 保持節目啊 然後 然後他可以像 警察主張一些權利 然後那 上面還可以有一些 可以聯繫的NGO的窗口 那他就可以透由這個平台 直接打電話 給這些NGO 然後並且在聯繫之後呢 他可以 律師可以回覆他到達的時間 那 對於NGO這個窗口 那 我們會 NGO可以向 民眾 確認他的地點 名字跟 電話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資料 他可以 引到這個 培政平台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 對 一個模擬的畫面 那 這個就是 呃 這是那個 培政的List 可以顯示他的名字 然後跟一些訊息 然後如果我們要新生案件 他就要Add 然後就在這裡可以騙其他的資料 那這裡是 呃 因為每一位律師都有 呃 要加入當地 呃 所屬縣市的公會 他才摸到那個 那個地方培政 那當我們這裡選擇 該縣市 手下面就可以列出 我們可以優先 呃 可以培政的律師 在下面 可以參考 然後 然後 我還沒完 那我要可以 哈哈 他要去哪裡了 然後 呃 對 然後那 呃 有了 然後在律師的這個地方 那 他們可以顯示說 有多少的 培政的 需求 那 他們可以直接看 對 這裡 那這裡就是那個 培政的list 那當他們點進去 之後可以得到一些 詳細的訊息 那他在 他決定要接案的話 他就可以 請示他要接案 之後就可以演繫這個 當事人 然後 接著 對 然後 那案件也可以有 三種不同的狀態 那他也可以掌握說 有哪些的 案件是 他還沒處理的 那接著 Tommy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接到 顧小熊律師的 聯繫了 那就可以安了 這顆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只在兩個鐘可以demo 所以我要快一點 那今天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的新手 所以他們剛剛做了很漂亮的 Wireframe圖 對不對 真的是超漂亮的 但是我們一看就知道 我們只有四個小時要搞出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 所以 我們曾經想要在四個小時內幹出一個APP跟一個網站 但是發現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 我們只做出了一個勉強可以動的東西 像是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剛剛的Wireframe圖 他希望可以做出像這樣子 漂漂亮亮的List 那我們就做出一個類似的 救救我 律師救救我 那像是 我們有一些當事人姓名 當事人電話 然後還有偉人律師 對對對 因為這個時候我 我們才四個小時要從底層 就要高層怎麼可能 對 然後 後來我們就 還按不動 然後 後來那個律師列表 我們就只好把他改成圖片 那更來不及 然後 就是某個律師 對對對 然後 我們就很努力的 做了一個CRUD的FOA 但是也只有Add跟Show而已 根本沒有Delete跟 就是修改這樣子 所以 以上今天的心得就是 我們辜負了這一組 努力的期待 好 謝謝各位